好,我們下面就是我們做實驗的提醒 我們課本有個實驗要我們去量水的密度 量桶裡面裝水,然後去蹭質量 然後呢,去量體積,然後去求密度 這裡裝的是油,一樣的意思 問了兩個問題,這我們曾經做過這樣的類似的練習過了 就是油密度多少,量桶質量多少 這有個神奇的表格 你還記得我叫你表格如何處理嗎 為它搭起有儀的橋樑 每增加四立方公分的油,質量會增加三公克 每增加四立方公分的油,會增加三公克 那就表示四立方公分的油就是多少 三公克嘛,對不對 那,所以四立方油就是三公克 那怎麼求密度呢 低等於V分之焰嘛,質量除體積嘛 質量叫四公克嘛 對不起,質量要三公克嘛 體積叫做四立方公分嘛 你就等神奇的就可以算出來,叫做 0.75 就算完了 OK 那還有一個問題要說什麼 量桶質量嘛 量桶是沒有油嘛對不對 沒有油嘛,油是零嘛 沒有油嘛 沒有油 然後搭起有儀的橋樑 下面增加四,上面增加三 沒有油是零,就要減少Bur嘛 加四會加三,那麼減Bur要減 六 就五十 可以答案是幾公克咧 五十 五十公克 沒有油是五,就是我們的量桶就是多少 五十公克 量桶就是五十公克 就算完了 只要為他搭起友誼的橋樑 就解決了 夠Easy吧 好Easy 可能有點侮辱各位智商的嫌疑 好 剛才是一個錶 現在化成的土意思是一樣的 一樣兩個問題 液體密度多少? 量桶質量多少? 停車戰界問 液體密度 剛才是錶 現在是土意思一樣 一樣可以搭橋 一樣可以搭橋 哇嘴咧 哇嘴咧 現在是不是要找一個帥哥男? 好帥喔 帥哥男叫做 一個二二六個二七喔 二七 好醜喔 二七 好醜喔 幾例阿 你的答案呢 男子按大丈夫說不知道就不知道 天黑了 世界末日了 哇嘴咧 就一樣搭橋就好了 你說什麼? 我問的是密度多少? 五分之三十喔 五分之三十一就是六點二的意思喔 換個油好重阿 請坐 六點二喔 你是計算錯還是怎樣阿 我怎麼知道 我當然我也不知道阿 來 表格意思都一樣 都是給數據啦 搭橋喔 加十 加十二 每增加十立方公分的油 就多出十二公克 就表示十立方公分的油 就是十二公克嘛 液體啦 不要說油液體啦 十一方液體 那帶什麼? 低的於 五分之三嘛 帶進去阿 體積 一 十 質量 十二 好難算喔 1.2 哪那麼困難阿 那停車戰界問 兩桶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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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桶質量多少 為他搭起友誼的橋樑 兩桶就是沒有議題的時候 沒有議題的時候就叫做兩桶 六號 等一下我沒有看到你 我要看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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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多少 五十 跟他的答案一樣喔 五十喔 好吧 一樣就一樣嘛 請坐 兩桶就是沒有油 一樣搭橋 加十加十二 沒有就是零 就減十 減十要減多少 減十二 六十二減十二叫做五十 所以 沒有議題 實際上五十 就是兩桶實際上就是五十 這個世界超級恐怖難的問題就解決了 就解決了 這個是我們喜歡問的提醒 就是我們喜歡問的提醒 喜歡問的提醒 就是一個水結成冰冰變成水是一個喜歡考驗有點變化 再來就是這種 我們做實驗的提醒 第一種是最簡單的 直接帶D的於 微分之間的最簡單 最沒有程度的題目 OK嗎 可以嗎 可以 很好 請學科長練習